臺灣史論組的策劃 此刻我比較期待的是 臺灣史論組的策劃 今天是我們目前先出的部分 剛剛有談到我們有五本 環境篇 第一篇 法律篇 客家篇 還有我們民間信仰篇 我們五本當中第一本 辦新書化表會 我特別要當主持人是因為 這邊後面有一段故事 我現在要講這句話絕對不是客套話 雖然你們可能經常聽過 那就是如果沒有謝國欣教授的話 就沒有這個重書 所以我為了講這句話 今天還要當主持人 這讓我們出版中心 曾經就教科書等等 在有些商人 我們湯師傅總編也在這邊 他曾經就跟我提過 臺灣史論組這個概念 這個想法 我不太感受 因為我覺得這個知識體大 沒有那麼容易 也許我比較保守一點 直到有一天 我到中央院台思索 我碰到一個比較樂天的 比較積極的我們的謝國欣教授 然後我就跟他講這個 然後他就不假思索 啊 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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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這個啊 誰啊 誰啊 寫這個啊 因為他見識太多了 馬上就浮現在腦海裡 但是誰可以寫什麼主題 那當然我當然就順這個詩啊 因為我這個職業病 所以老師你也要寫一本 要編一本 那謝老師沒有你 所以今天我們就看到這本書 這個是這樣的 事實上我跟謝老師 我們在談 就是越聊越高興 怎麼講 我們目前臺灣史的教科書 其實蠻多是概論詞 似乎並沒有把我們二三十年來 在臺灣史研究裡面的研究 充分的表達出來 因為我們在學院裡面 我們經常是用論文 它就一個比較窄的 或比較小的題目 做很深入的論述 不是論文 那你臺灣史概論這種的話 就輕盈點點 就不太多顯現出 其實這是經過深思熟慮 用各種實用 用各種實證研究 這個一定要看路 可是論文很多啊 所以如何找出提鋼且靈的 能夠畫我們眼睛的 這個要公立啊 所以坦白講 黃之思惠 他們總編跟我講 我太趕了的時候 就是覺得 這沒有那麼簡單 因為我自己也是學助中文 可是謝老師 一跟我講說 這個這個這個 我講 有信心了 另外也是一個臺灣史的特色 就是說參與臺灣史研究的 不是只有史學界的人 人文社會科學界 其實在這個領域裡面呢 是大量的投入 也產出不少重點 所以我們並沒有採取史間片 比較常看到所謂的亂臺史 的那種學法 我們是用領域 特別是用主題 這個來彰顯 那其實我們今天 謝老師主編的這個也是一樣的 就是用一個主題 所以相關的文章的這些研究者 以我們這本來講 謝老師中研院台詞所 還有文哲所 還有民主所 我覺得這是我們 台灣研究的一個特色 因為剛好我們關心的 都是在地社會的素材 所以 人文社會科學 當然也都會進去 所以 我們這套書 也是有這個特色 那 我剛才是介紹我們整個重塑 不過呢 就這一本 就這個主題 我當然要交給我們謝國欣老師 好不好 所以 接著就麻煩你了 來來來 請大家樂麵的掌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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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生兄 謝謝王獨夫老師 今天非常高興 非常狐空 居然開你們的格蘭達 我這套書 當初那個鼓告書的時候 我剛開始還沒有註 因為有五本 結果後來 過了很久 我們是第一個要站這裡 就有點緊張 想說 你跟我們這一本最大的 最貴的 定價最高 當初有點意外 可以說一個小故事 因為當初本來 其中有一篇最長的那一篇 的作者 連繫不散 不料 那就不知道 就還好 可是到我們幾乎 要放棄的時候 他突然來說 好 那是一個日本的教授 就是他們的意思 所以他那一天是最長的 對 那就只好 我們跟酒啊 人家說好 你知道嗎 我意思是說 不要 有這麼一個小差距 所以後來我們這本 意外變成最大的 不過 實前只會 因為他剛剛不是一篇 這個 這一套書 應該說這一本 這個主題 其實更適合當主編的是 一篇嗎 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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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 我是後來才想 因為當初 跟 這個 黃老師在討論的時候 就想說 他說叫我們要負責其中一本 那 我想 最近比較熟悉的是 這個 就答應 到後來 才想起說 對這一個長 一篇 一篇 可是已經有點來不及了 所以 後來為了 表示對他們敬重 所以 他是唯一在裡面有兩篇的 你看 這是一個道理 這個背後的故事 今天要先說 鼓勵一下 所以 最重要的 有兩篇文章 都是把李老師的文章收進來 這一次 我們選的十篇 平靜性的範圍 那麼大 議題那麼多 當然不可依靈的主題 所以我只挑了幾個主題 這幾個主題 是我認為比較重要 或者比較有代表性 這並不是其他的很重要 而是因為本書就只能 那這樣子 那我覺得 將來如果還有機會 我還可以整個續集 讀我賣得好不好 讀購賣得好的話 你剛剛有聽到 那 因為這個 我發覺有一個趨勢 民間信仰 或者是民俗文化 在 當然應該說 拜 所謂的 本土化 對大家重視 的關係 所以其實 有很多 你看今天怎麼有這麼多 我本來想說 我本來想說 這個議題應該 我上來 結果既然還有這麼多朋友 我上來 真是非常感謝 這個議題 說冷門 也冷門 說熱門 應該很多人 很熱心的上來 所以 我編這個書 其實有一個 最簡單的想法 就是 因為我不是一個宗教學者 所以我不是要介紹 這個信仰本身 而是 希望透過 對民間信仰的了解 認識台灣的社會 認識台灣社會的 一個很重要的神明 我想就是 編這本書 最重要的 我的一個想法 所以 就這幾個主題 我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 電腦在那裡 所以我必須站緊 看著我的 這個 簡單的從民間信仰的意義 講起 民間信仰這個詞 是日本人開始用的 日本學生開始用的 中國是1930年代才開始 常常各位有看到民間宗教 或者類似的意思 我覺得這個都很難 絕對說 哪一個是對 或者哪一個是好 大家理解他的意思就好 所以我也比較定義 我叫主要的給他 民間信仰這證詞 他的意好 非常重要的是 他就是 從中國傳統的鬼神信仰達成 那不只是 跟神有關 而且他跟祖先 祭世 自然崇拜 還有 因為 佛教 道教 宗夫 俗家 等思想 儀式 都有一些 所以他是一個 綜合理 而且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 是 他的宗教現象跟行為 裡面還包括很多 很原始的 巫習 女巫難習 就是 季童之類的 空靈的 巫習 不得上 到現在 這是最原始的一種宗教行為 其實在 不只在台灣 全世界 一直都有這個現象 那這樣 林天信仰 因為他本身 他沒有 教主 他沒有經典 他沒有自己的理事 可是他還是需要理事 這個時候 道教 借用道教 所以民間信仰 台灣民間信仰 跟道教 是有高度的這個 互相合作 或者用工商業的時代說 叫策略聯盟 一個道士 如果沒有民間信仰 這些活動 那我們的道士會餓死 台灣的道士 是現在 我看到的 是很專前的行業 因為民間信仰 非常行政 那道教的各種教派 大概都會跟民間有關 這個 普道的 真正的教授 陳青 在說明 什麼是台灣的民間信仰社 他的宗教理念 以示混和在生活制度 跟公術習慣之中 成為民眾習以為常的 宗教情感 與宗教青煙 抑制民眾生活下的信仰系統 發展出百姓 日用而不知的心靈價值思維 其實它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但你其實很難把它說得非常清楚 好 因為我們這本書 這三個書 一個是進鄉 一個是建教 一個是祭司 就除了進鄉建教以外 一般的祭司 一般的祭司很多 我提 我以 有應公 這種祭拜形式做代表 所以這本書 其實執行 這三個 跟這三個主題有關的文章 那 進鄉 都知道 因為我們的大甲 媽祖進鄉太有名 白沙律 媽祖進鄉太有名 那進鄉本來 是一個很簡單 很複雜的現象 這裡面會牽涉到 有所謂相同的概念 如祖投家 的這個概念 等等 那比較有名的是 大甲媽祖進鄉 應該說最有名的 大甲媽祖 那叫北港進鄉 現在叫做 趙晉進鄉 趙晉 趙晉 我上課的時候 我就選出 那種叫繞境 可以跟著過境 或者路過 一個繞境 是要到村莊的每個地方 拜相案 收相案 那是一個很嚴肅的儀式 他只是 經過他到某個廟庭下 接受人家 接受信徒的祭拜 收一點紅包 贏金啦 所以 那個 本來他不是這麼有 應該要感謝 黃春瑩 黃春瑩 黃春瑩在1974年 拍了一個記憶片 跟張大棠 張大棠是攝影師 黃春瑩 黃春瑩 那個策劃 到同一個時期 漢堂雜誌 做了一個專輯報道 大甲媽祖是從那個時候 就1970年代 才開始出爛移 就漸漸一直走到今天 現在他已經變成是一個 很複雜的活動 我如果要 這是純粹我個人的觀點 這裡說不定有大講話的心 聽了也不要生氣 我說這個叫左衛的進鄉 因為他現在表現的形式 跟原始的一個宗教信仰行為 已經有很大的距離 他是一個地方民主 可是他強調要政治加持 所以每一次選舉 每一次把主要進鄉 所有大成都要扶一下教 然後呢 這個基層的原始信仰 還是非常強烈 因為有非常多的人去 以個人修行的方式去參加這個進鄉 但是呢 上整 辦這個活動 他追求的是 利益幾大化 他已經不是一個 一個宗教文化行為 而是利益幾大化 這個當然背後很復長 而且我認為他是一個 缺少地方傳統文化理運的 家裡發揮 我說的是目前看到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請各位請讀裡面 張群教授是中文明究大小八博 應該算是著作最多 當然 我們只說他一篇文章 他不可能回答這些問題 張群聖定也不完全贊同我們的說感 那是我 都是我個人的觀念 那 但是他會把這個重要的 來容器官稍微交代一下 或者你看他的文章會了解說 當然他沒有寫到 因為那個文章是十幾年前寫的 現在又有很多變化 我們這邊這次的這個文章 也有一個好處 是作者雖然是很早講的文章 他會盡可能去修改 改最多的是我們李佛馬路士 大幹 我們原來都已經 排版了 他大改 但是要盡可以拿 你這個 退休的榮譽教授 還花這麼大心力 為了一篇新 重新要看那個文章 大改 這其實都是最新的作品 這本書收了兩篇跟近鄉的觀念文章 一篇是大牆 另外一篇是白沙盒 白沙盒也是一個藝類 近鄉的藝類 他現在因為 這兩個現在都是 叫做國定名書 國家登陸的重要名書 我這樣幾個 大講這個白沙盒媽祖 他一個很大的 他剛開始也是 他不過是一個村莊 兩個禮 為止 這座近鄉 所以一開始幾十個上百人 一兩百人而已 發展到今年 報名的人接近不外 他有一個關鍵 是在1990年 U集團 U人神武 為了修煉 所以呢 不僅僅做 他去參加 白沙盒媽祖 從那個上開始翻轉 因為沒停 就去爆炸 因為U人神武 所以U人神武加持大汗 好 一直一路走 就變成今天 他一個很大的特色 就是因為他的飄不固定 他沒有固定的靜香路線 說沒有固定是說 小地方沒有固定 大的點還是得固定 為什麼 你一定要休息 要吃飯 他說不固定 可是有某幾個點一定固定 比如說他某一天 一定中午的時候 十二點到一點之間 他會走到我們一個菜市場 很大的菜市場休息 為什麼 菜市場太大了 現金都不知道 哇 媽祖來了 快來爆了 現金 你看都不聰明 所以 那個點是不會幹的 但是他的馬祖 現在也有一點 利益極大化的強項 就是說 都跟原始的力量 這跟台灣整個社會 是有關係的 在背後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探討 那個 李梅華老師的文章 他有寫了好幾篇 跟白草腿的文章 他是對白草腿的研究最深入 我們只收了他其中的影片 最新的影片 2019年 有四點 這是他們自己官網公布的 四點七萬人的報律 一個人收放棉河七百萬 為什麼要收放棉河 因為就是你有交放棉河發給你一個憑證 你可以來吃飯 可以要求說到了我的地方 他安排地方公布的住宿的地方 你想 如果幾萬人來 哪有地方吃 哪有地方住 所以 真正到有一個點 真正在那裡活動的頂多幾千人 已經非常多了 因為市場有多浪漫 而且這一年呢 跟大姐媽祖重遍 競爭人出 所以很多人報了 你根本不要來 所以 這個 埃薩德女媽祖 今年大賺 如果五萬人一個人 這樣七百人收入是多少 三千五百萬 那 其實 他們到每個地方住宿 基本上不要錢 因為住不進來 吃飯 現在很多熱情的鄉親 自己準備了飯 再在車子上追 因為他不見不見不見 吃飯時間快到了 你就會看到你請戶車子 裝載了 要給這些香燈角吃的 他跟在後面 這個地方的民眾的那種熱情 真的讓人感動 但是他就一個整個 進香的儀式或者活動 他的情況其實也有一點失控 這個是 台灣社會 為什麼會造成這樣子 大家去思考 這本書裡面還收了一篇比較重要的文章故事 林美隆教授在談記事前跟信仁前 因為這個記事前跟信仁前 是列寫了一個氣的概念 我收了林美隆老師的這篇文章 因為他是以南瑤宮 彰化南瑤宮的信仰故事區 會演出信仰圈戰的一個理論 不好意思 我收他這篇文章 然後跟他說 他說的信仰圈 除了南瑤宮 彰化地區之外 其他通通法律用 通通說不通 我不是要討論 但是他提出來其實還是有單的價值 因為很多地方是 記事圈、信仁前跟交易進出 重疊 這是一種複雜的議題 或者說台灣每個地方都一樣 所以我們不要去看到某一種理論 就以為放出四嵐和缺水 絕對不是這樣 我們明白 我要把文堂抽選 當然是認為這個東西是以兇當價值 有助於我們今天的議題 有所思考 台灣民間信仰圈的問題 所以 祭事圈、信仰圈跟交易進 在台灣每個地方的形態不同 都需要深入去了解才知道 像 明山、鎮安宮 也是一個特殊的 他同時有祭事圈跟信仰圈 可是他沒有交易進 他的廟會就沒有交易進 像東港、東龍宮 他有七十圈 也可以算是有七十圈 他的交易進 特別多 全台灣特殊公 所以他有很多種情況 那麼 明山、鎮安宮 比較特別的是 他叫做五年大科 其實 會見將的 是規律的 三年一次 四年一次 六年一次 十二年一次 或者不定期 有特別的事情才會見將 如果是規律的 為什麼三、四、六 為什麼 因為所有這些見將 都要配合畢之年 如果是三年一科 三年一次的 就十二個人 四次之後就輪圍 如果四年一次 就三次之後就輪圍 六年、十二年 所以這次走 這個最常見 三年一個最多 靜香 其實靜香之熱鬧 但是我一直 我如果上台都跟學生說 靜香後去看一次就可以了 你去感受一下那個氣氛 但你光去看靜香 不容易體驗台灣豐富的民間氣氧的內容 如果你要了解 比較深處、比較多層面 要去看好久 建教 等一下 那個 製工老師會幫我們 一些詳細的介紹 災教、建教相關的 我只能在這裡稍微說一下 就是說這個 要 你的教本身是道教 很重要的有一個儀式 那民間氣氧本身沒有儀式 所以要藉重道教的儀式 剛剛說 馬明山、正安宮是四年半一次 可是他們不會說 像三年儀式的 都會說三年一刻 這個刻原來是從刻曲來的 借用刻曲的概念 每三年就考一次計時 然後把它從刻曲變成香刻 正安宮是每四年半一次 可是他不會說四年一刻 為什麼 因為死 這個字數字不好 死 死 所以他不會說四年 實際上是四年一刻 可是他們會說 過了四年 第五年就講 所以叫五年 五年到 五年到 就變成五年大哥 所以很多人會說 為什麼你頂四年 但是頂五年百 就變成五年千歲 好像五年才一次 不是四年一次 但是死這個字不好 所以就變成五年千歲 或者他們就叫五年老 那 台灣 如果去看七代早期的方子都會說 大概不至三年 就是建教 在台灣那裡 康熙年紀就開始了 這個當然是從米南傳來的 而且主要是九零將 就是漳州過去的熔熙孩子 現在叫熔海 還有夏美 處海狗 這一代 是黃教軍密集的地 今天才是 他們大概在八年年代後期 開始不去為了 你去那裡看的那個密度 那個建教的密度 嚇死你了 台灣 台灣 我認為台灣的這個基本的 黃教 受比較大的獎勢 是那個地方 是從那個地方來的 那 如果要講黃教的代表案例 一個是西港 又是東港 那西港呢 我請丁仁傑 把收了丁仁傑先生的 兩大人長的文章 再講西港的這個 這個黃教 叫做西港異鄉 在港的外音 東港的 他們 比較正常 他們這樣引往平 這樣引往近 其實 用當地的話說 應該說 台的黃野群 移行到進來 丁仁傑 那其實也是後來想出來的 文雅的說法 可是他們 事實上也有見價 惡草將 後來的 可是他們很忌諱 你如果去東港 就很不要說 你這個叫王傳奇 王尊責 還是說這是 溫王爺的 紀元 落落落落被打 他們很忌諱這個溫 這個什麼故事 等一下請李老師 幫我們解答一下 那在其他的作文教的地方 一點都不忌諱 那古代的溫 跟現在的溫的概念已經不同了 同樣那個詞 所以也不怕感規 那為什麼台灣這麼多 禁香啊 或者禁教啊 這些活動呢 神明齁 靈不靈 你怎麼知道它靈不靈 你沒有抬出來 沒有去問他 你怎麼知道它靈不靈 所以 台灣的說 人愛真不愛更 就是它常常扛著神像出來 玩一玩 真 它才會寫著 無靈相 所以 人愛真不愛更 這個是形容我們的這個 人間信仰 對人間信仰 我們這篇文章 還收了兩篇 跟有因公有關的 因為這就是拿來當祭司 人間的祭司活動的一個代表 那個有因公是我們現在都聽到的 人公廟 但是在清朝的時候 在治本統治台灣以前 沒有有因公這個詞 以前的叫大眾爺 百舊雅 很多 或者叫萬戰詞 因為原來的這個無視 就是所謂烏魂自破 這種沒有人敗的 他比較有因 是因為很多 比如說 地方政府會有慈善團 會讓那個死掉的人 他暫時棺材寄在這裡 他要運回武將 有一種是說 也不知道他明信 但是就是暫時的暗謀 這都屬於一種慈善事業 所以政府也會過之論 到了這本時代以後 這個情況就沒有辦法再進行 就沒有辦法再把官材移回去 所以呢 連這個 鼓祖部門都被迫在地方 所以我說 這大概被頂台灣七名 然後 那才開始 還要問一聲跟人 就是說原來放在這裡是暫時的 現在變成永久的 所以你們去拜他 拜他呢 還可以去求他 而且有求不應 有應是這樣 所以是日本 日本董事以後 才開始出現有求不應的概念 有了有求不應的概念之後 就把它寫成有應功 大概有這麼大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變化 台灣最大的有應功 就是義明廟 新竹 新埔的義明廟 因為原來 林總統事件 跟代曉孫事件 死了很多 西雄怎樣 不知道是誰家的 董事長在哪裡 那個就是半成中的遺史 所以他其實半成是有應功 有應功為什麼可以變成這麼大的一個義明廟 我們收了兩篇相關的文章 就在談一下 有應功 請問一下 是不是因為這樣才叫基地傳統的利 對 對不起我忘了說 因為這個 有應功拜這個五祖的孤魂 這本來是中國傳統 因為這是官方 陳芳爺每一次官方其利 利就是利鬼 利害人 我們現在利害變成是一個好文字 以前這個歷史很可怕 我們會常常說利鬼 利鬼是很可怕 所以中國有基地傳統 就是這種五祖孤魂 死於非命了 而且印尼要拜三次 很多官司 都是順九二期最多 只有基地要拜三次 印尼要拜三次 而且要把陳芳爺請來作證 所以現在才會 後來陳芳爺就變成要夜行 要出去 有裝的這個功能 都是跟從記憶這個地方來的 但是 有應功要在台灣這麼普遍 是一個特殊的風景 你到中國 到南南去 絕對沒有這個現象 可以掙扎 那個台灣開墾的特殊環境 是有關係的 就是說 台灣流氓咖哉 人家死了之後 也不知道指數在哪裡 還有天災地變特別多 所以也容易產生 像台灣發生之後 最大的一次水災 就是現在孔五千歲戰 總共十多少年 那一次 就跟八八風災一樣 總共死了一萬年 那是台灣多數年 可以查考得到最大的天使 一開始沒有吃這麼多人 只是因為 剛開始大概死了七千年 然後 後面三千是屬於 十一 傳染病 因為有發生這樣的大災之後 會開始有傳染病 所以大概前後 據地方官的說法 是大概有關的 而這個 台灣的這個記憶 的傳統 再加上 或者有應功性 也是跟這個環境 有很大的關係 那有應功後來 又變成大家注意事 因為大家呢 這個 大家呢 是時候開始 1980年代重啟 很多有應功 還變成大 因為有人 中了大獎 滿意自己去 他就從一廟變兩廟 好 最後 然後 我們這邊 我們只收了一篇 講鎮頭 講到鎮頭 大家都知道 台灣有一句話 說 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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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句話的地 就是鎮頭 是從廟會的鎮頭來的 那 講到鎮頭 大家就 大部分人會想到 九篇藝術記憶團 然後他就變成陣容 那是因為 就是媒體很厲害 因為他們就是有那麼有 其實九篇 是一個職業陣 而且呢 感覺到沒有 沒辦法感到 就大武啦 大武陣 那 但是他們 學了一點日本的態度 那個風格 那我們要說的陣 我值得說的 在跟面外有關的是 村莊頭鎮 鎮頭鎮 村莊的鎮頭鎮 村莊的鎮頭鎮 自己 業餘的 為了廟會 為了信仰 來組織的 他這個鎮頭 本身是一個複雜的東西 大部分現在呢 台灣的鎮頭 比較好看的只剩下 從在曾明系跟二人系 就二成函系 留下以這一代 就是 簡單的說 台南跟高雄 尤其是台南為主 那 鎮頭本身 他背後 廟會的老年 還有一頓 大甲媽祖 百超祖 他們在競槍的過程中 過去是有鎮頭的 鎮頭要去哪裡 施鎮那個就去 護衛啊 護衛啊 現在都沒有 那個 跟媽祖祝壽大臺的時候 鎮頭坐車 那載品坐下來 師父 這樣怎麼會這樣 好 意思不懂 就在裡面 那 現在還能夠 表演全場 一個小時一個半小時的鎮頭 要去哪裡看 你才剛好 台灣最 最優質的鎮頭 所以西港 異鄉 號稱台灣第一項 台灣人的英雄 這是他們的驕傲 那這樣下去 我把那個 我給你這位 各位看你一個人 中文中的鎮頭 長什麼樣子 我就不需要多說 就是 海南西港的一個實鎮 你把它放大了 各位 各位 我看到的叫做 醒獅 一般 各種 活動在看到的 那個 職業性的表演 那個叫醒獅 那個是廣東獅 所以叫做 台灣山 這個現在只有 林林那一代也都還有 林林嘉義 但是他們都不太會表演 這個是還能夠表演獅子 一整套的獅子表演 一整套 這是一個金獅鎮的獅頭獅子的表演 這是純粹莊頭鎮 就是村莊的區域自己組織的 三年出現一次 大概裂點長個月 一整套 其實這獅子非常華麗 這個鎮頭大概有快兩百年的歷史 沒有中斷 沒有 再抓一點 這個獅子的表演 是在於 金獅鎮的表演裡面 你做了一個叫做 排山 插獅子 接下來就是要 要砍山 各位注意看喔 有一個拿著 提著 想拿 在裡面 一定換為一個消毒 他過來 準備到一些 做什麼 消毒 然後 這一隻刀 關刀 你一定要用 斧 進過 就是 畢明危險 不要出意外 停止 因為 這個表演困的人 以後是在那個 濕頭很重 然後你看那個 高頻率不在震動 變成很累的 這很好 有體力跟 硬力才行 因為呢 這個是泉州的沉頭 泉州 泉州 泉西這個字 你為什麼唸 考一下有沒有人問 一個台灣人感到一個刀子吧 台灣人為一個泉西 泉地 泉民 泉西 有沒有人會唸 國語叫中 經西 中 晶 其實他應該打四次 晶 晶 最常我以為你的中 我以為奇差的字典 你電腦打中就會出現這個 好 我想我的部分先到這裡 那個接下來 謝謝 那你們接著就 幫忙李鋒茫老師 讓我順便介紹一下 這個是李鋒茫茫老師的大作 《從聖教到道教》 這本書在今年 萊登大學那邊舉辦的 國際書展裡面得獎 台灣Squad 我想今天晚上主要的應該是跟大家對話 為了要增加對話的空間 所以我想跟謝孝說的 我們前面有一個比較長的一年 台灣出版這樣的書 過去都是人類學的 就是張詢他們在電影 由歷史學者來編 這還是第一次 以前都是找個 張詢騰他們搭配 主要的都是人類學者 因為過去做這一塊 大多數是人類學者 用在民俗的角度去做調查 但是呢 最近幾年呢 因為台灣史的研究 逐漸漏 所以他整個水漲的傳稿 我想這一次 謝孝說真的不是他個人 應該是代表了歷史學界來參與 這種所謂的民間信仰的 這種論集的一個編狀 所以其實他們蠻有意義的 就是不同的學本對於某一個領域的解釋權 其實不太一樣 但我覺得謝孝說這幾年 他投入這個領域 然後他也做了這樣一個工作 我覺得是這一次專輯的出版裡面 我覺得是有一個特別到 變出來的地方 另外一個其實 剛才謝孝說 我前面會回應他前面講的這一段 其實這一次在徵集的時候 可以看出來 他有幾個研究焦點 一個是當時 他們最大的活動 一個當時是進鄉 大獎 或者是一個耍棍 那個是進鄉 那當時是一個 在 我有一次 那時候我已經開始做調查 有一次我 那時候大獎還到北港的時候 我跟他就站在那個 北港的那個 正暗 因為那個鄉 靠 要進來 要進來 但是到那個進鄉的時候 已經有興趣 然後你上面 越舊越好 越舊都要表示說 你已經來過好幾次了 然後那個 整個一湧進來的時候 你真的在陽光之下 在那個 遭陽之下 只看到一片驚寒 那麼 不是幾萬 所以 我陪同鄭外國教授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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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也笑了 我記得他很清楚 講一句話 他說 研究這一種 所謂的大型的活動 如果沒有開過這個場景 不算是做過研究 我那真的很震撼的 一下子拱了那麼多 每個人手裡頭 搖著他的鄉親 那這個當然 這個進鄉 這個大甲跟巴頓 這當然算是一個 很有意思的 一個傳統 我也站住 我記得我以前在 大甲那個 遠仁山在當兵 我特別請教 去陪著他們走 就是一百多人而已 真的 沒有那麼多人 但是你看 我那時候是 當兵師 民國五十九年 你看 到了後來 已經到了幾萬人 我作為一個宗教學者 我 我記得這一次的 這個專子裡面 可以看得出來 什麼叫化學科 不同的學們 看一個現象 每個人的重點都不一樣 這一次 就是敬鄉 比如說 敬鄉 那個 他的一篇 其實 宗教學者在看 在看 這樣的敬鄉 他的焦點 不會是 像 他會看的是 敬鄉就短生 這叫做 點館 就是你 你許了願 然後人家去點館 還願 而且一反來 叫三次 連三年 連三次 不過像大家知道 這個他具有名師 一類什麼一類 都是複形的 對不對 特別是那個 別索阿富人 那個真的是複形的 你想想看 這個幾天當中 他要複形的來完成 這個是 如果是按照那個 宗教學來講 通常都會用朝聖的 這樣的角度去看 但是當然 不是朝聖 不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其實這裡面 最有趣的一種是 就是他學院 那個如果以宗教來講 就是說 譬如說他 他因為什麼原因 許了這個願 或者是他這個心裡頭 有某一種 冤 或者是某一種情況 他沒辦法解 透過這種 有點像苦行的方式來解 我做過只是 這兩個大甲跟少爺 我去跟人做過 真的你可以在這些人的過程當中 你可以問出很多 完全是心理層面的東西 或是他們看 像說這種靜香 你跟他分成兩種 因為我跟他們接觸的經驗 有一種人是 你跟他講說 他一圈走 他一圈走 他一圈不離離 然後 你看他摸摸走 真的萬不得已 腳碰爬 想辦法把他那個水抽出來 一樣繼續走 萬不得已在上車 因為他如果有上車 他覺得這一次就沒有完成 這問題是苦行 在宗教學裡面的苦行 然後 這種人呢 不講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個人他管這個願 一定有什麼原因 你不一定不能出來 因為這種人的想法 你一攀談以後呢 他又跟人一起講 其實大家知道 在所謂的心理學 在那個心理療育裡面 這兩種都是一種助講 一種是 一路上 做了苦行 然後呢 要還這個願 這是一種方式 另外一種意思跟你講 大家知道 一隻腳也吸走 一種療育方式 這是有做兩種的 所以 所以 這個台大精神科 讓我去講 我說我不是學精神科的 一兩種都沒去 第二種有趣 我在講這個的時候 他們說 哎呀 這是最好的心理療育 所以 你不要小看 為什麼要開始只有幾百人 現在幾萬人 你可以從人數的增加 你就知道說 這個我們在所謂的 現代社會裡面的壓力 那種壓力 你還多是在一起 人情異理 人情異理的壓力 你做了很多 你不能講的事情 你借了個還原 然後當自己 身處高度的疲倦狀態 我這種的療育症療育 有好幾種 這是一種 因為一種就是 翁牙台的時候 辦犯 譬如 嚇狗 就是 辦成犯人 古代 你說的話 人家要辦成犯人 這種呢 只有在什麼 那個所謂的 漢人社會的傳統裡面 為什麼以前 今天還要穿 什麼 穿草鞋 然後 要穿黑衣服 還有六個真正的家 現在是 另外那個是 保利董的家 但是你想想看 這樣的 那等於 邮居示眾 如果你看到現在的 藝術療法 這種performance 它本身就是一種療癒 它在幾天當中 每天跟著走 現在當然要吃杯 走到我們的地方 說你們修理 晚上下面等就好 以前就真的走 你想想看 一個人辦飯 那個 保利董上面那個 那個什麼 那一個家 他自己可以寫 自己要多少錢 一寫就幾千金 好 這個很 很薄的一個 保利董變成幾千金 那是一種 心理的 心理的負擔 如果他這樣 也是幾天 我認為台灣 這兩種最能夠表現出 那種宗教學的枯鮮 所以你看 我們宗教學 對這個動作 我們的 去那邊調查的時候 我們的焦點不一樣 我們會放在 人中 面對自己 面對自我 面對內在的那個我 然後 我們打坐的時間 先是 我們跟他們 太規律了 三九萬五 你去 進香你的道 沒有時間觀念 走到哪裡 吃到哪裡 睡到哪裡 你也沒有什麼身分 你是 導管人 到這邊 只有一種符號 就是進香你的 然後什麼呢 你想看 一個人 非常自由的狀態是 你不易受 朝九晚五的先知 是走到哪裡 吃到哪裡 睡到哪裡 完全的自由 溫靈自由 所以這一種 你想看 最有的機制 如果台灣 把這套機制 把它拿掉 抬到精神科 音節不詳 現在不叫精神科 叫做精湛 精神障礙 精湛 你看這樣的情形 為什麼會存在 它反映出了什麼呢 現在社會的一個事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說 在這個知識當中 你可以看出現象背後有很多 而這個領域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好好做 這種所謂動物 用一種瞄遠式的方式 來做一個心理瞄裕 而這樣的一個載體 就是這一次收了 進香 或者是 楊廷瓦 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觀察 另外一個是 不同學滿 這個現象的觀察不一樣 譬如你簡單一點 謝教授他也做過骰鋼 我也做過骰鋼 但是你看他是社會學者 他做了一個同樣的觀察不一樣 就是他用一個所謂的 大地方性這樣的角度 剛才提的 這所謂的基石圈 信仰圈 他也覺得還是不夠用 我今天聽我還是講不通 因為那個是 那一個體重做是一個 這是針對的現象 所以後來他 我相信他還是俯視很久 對於面對了什麼 李美龍提出來的所謂的信仰圈 然後他怎麼去面對 所以後來他提出了 所謂的大地方性這樣的角度 但是呢 其實他用大地方性的角度 是一個社會學的觀察 就我來講呢 我覺得 也還是跟我講不一樣 因為我總覺得 到底什麼一個力量 他是從一個社會的組織 說這個地方 因為什麼 因為 寫過的寫寸的 因為這是才剛剛的 兩個大的一個群體 對不對 但是 兩個大的群體 因為瀉鬥 因為競爭 就可以維持嗎 其實呢 我一直在追的就是 不能的一個東西 一個哈利社會的傳統 絕對不是只有地方的現象 可以解釋 所以我這個常識 因為我是做 做道教研究 我就要從一個 所謂的 長的一個歷史傳統 來解釋這個現象 那我現在呢 我就用 東等這個意 來說 因為台灣 台灣真正講起來 能夠 一個體性的大活動的話 一個就是 近鄉 一個就是所謂的 亡野 不管是傘子科 或者是 五螺苗草 都是最大型的 沒有任何一個活動 能夠從一個地方的廟 點過千秋聖誕啊 各當下就過了 沒辦法跨越 所以啊 如果像這種的話 丟人姐的地方 大一個地方性 沒辦法指示啊 那為什麼它根本就是跨越的嘛 它跨越好幾個線都有了 那種 又不叫做大地方性 所以任何體能都沒辦法 完全解釋 但是呢 傳統怎麼解釋 我現在呢 就用這個例子來說明說 我如果有自己的研究台 所以這個文化呢 感受非常豐富 那另外 我希望說 留一點時間 讓大家來研究了 所以我這個人就很快 我要帶過去了 就是 這個 到底怎麼去解釋 這樣的一個現象 如果我們把一個延皇紀典當作的文本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解釋 然後 為什麼叫 為什麼叫代天尋守 所有的王廟都叫代天尋守 那這個代天尋守都哪 那我就會注意到這個什麼呢 這個東港的王船堅啊 他掛了所謂的 因為台灣是用了以前的祝福 所以掛了燈 也是比台灣的 如果用大陸的一定官 來用戶一樣 真的是 但是你可以看出來 這個叫做 丟官夾官 丟無角戶 這是 只有代天尋守 台門公這樣 所有的神裡面只有大陸 然後 怎麼去沿街呢 在什麼地方沿街 在什麼地方 讓他走 這都有一定的 這完全 用歷史來講 完全是尋守制 然後 從前尋 東港保持最好的是半夜 而且 一點生命都沒有 我第一次印象很深 因為我要拍照的時候 我跑到屋頂上拍下去 那中間是因為要送船 所以它的速度當然比較慢 然後 兩邊都是照相的 或者是外面來的 就很快 你看好像 那個 中間的水流的很慢 那他邊流的很快 非常有趣 這個如果你不是這樣高高的看下去 就不會覺得 但是呢 你只聽到 沙沙沙的聲音 沒有聲音 沒有能講話的聲音 所以你看 這個送的時間 地點跟人 然後他一定會 在左側上面 會標明 厭起席谷 不死回頭 厭起席谷 所以等到 開始燒船的時候 你回頭一看 所有當地這種 全部走光的 剩下來 全部都外來的拍 拍照 非常有趣 這 你不要想看這個 這個傳統 跟服務桌 完全一樣 反而跟什麼 塞鋼啊 或者 十三 什麼 什麼 那種的 都太一樣了 因為他都白天 他是從武館上來送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傳統 你看 這個就是所謂的點館 剛才那個謝教授講的 人工贏 你看這裏面 完全這叫做什麼 叫板漢全喜 山珍海味 就是這樣 他們怎麼出貨 你找到中國山 他們不跟你講的 我花了好多的工夫 他才跟你講 因為論的大都論就是他的秘密 不是直接的秘密 而是對省的秘密 那這個工黨我做的比較多 是因為那時候還有 這個慶審的時候 要幹嘛進來做一個紀錄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這種場面真的是會很動動 這個是 這個工黨的一個正常 是現在用那個GPS 可以看得更加清楚 那麼 我記得一個整個活動裡面 充滿了符號 那我因為是文史出身 所以呢 我不只是要解釋 所謂的主性 不只是這個解釋 組織 所以我要解釋說 他為什麼 他到底那些符號是什麼意思 這個文化來 很多公文就是要解釋這個符號 所以呢到處都是符號 到處都是符號 這個符號 如果你沒有心要去看說 對你沒有意義 很多人就是根本都走不去 但是如果你會解釋這個符號 那當然就是 Handle意思的東西 那這個 整個紀典期間裡面 兩個最重的 一個是王教 或者是教堂 一個就是所謂王子 王府 礼儀 不是科儀 那個 一般喔 像正文叫做的是 王府 科儀 王府礼儀 你裡面是貼心的主題 那個是 那個是 按照那個 在我們那個最行 我們請教 空間占 就是 哪一些醫師專家 占有那個空間 所以就空間占 那個醫師 空間是由理生 倒是混進去的 或者倒是 是很不得已才進去的 所以你看看空間 那個空間是一個 文理是由理師 理師專家來掌控的 這個就是 我其實要說明說 在一個地方社會裡面 你看我 我跟英明姐走很不一樣 我會做一個地方裡面的基礎 意思是說 一個是雷星 就是複術人 就是所謂的複獎 一個是什麼呢 道士 道士給你看花浪 另外一種就是什麼 臨屬人 你看他有頭體 所以每個人啊 那太豐富了 所以你啃什麼都看 你看醫師專家 然後你看 這幾種專家 他們自己有自己的空間占有 每個人什麼呢 都完成他自己的路 我嘗試用那個 宗教學裡面的所謂 Sinfritism 就是那個農和主義 沒辦法用 為什麼 因為 完全獨立的 你做你的我做我的 沒有農和 這應該不叫農和主義 我最後沒辦法我做 用符和 這個觀念來帶 原因就是什麼 所以啊 你到了地方的 田野現場去的時候 你會修正很多 所謂的流行的理論 譬如說那個 所謂的農和主義這個理論 或是不用 不是我故意不用 不是沒辦法用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看出來 獨道喔 獨家傳統跟道士 道家傳統 在當地呢 成為一種競合關係 又競爭又合作 各經各合作 所以這樣的一種 情形呢 重來的 這就是我探討的重點 他們都會進去這樣的傳統 那我終於開始做了一個 一個很歷史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傳統 不是只有台灣有 剛才那個西藥講 無建的也有 不是無建的也有 連江西也有 江南地區都有 好 那這個就是一個大傳統 所以我就開始 從一個大的歷史的角度 去掌握 這樣一個傳統 馬祖 馬祖的封號叫50個字 官帝 也差不多50個字 都叫北風 在那個宗教學 或者在禮部 叫北風 內風就是一直加 一直加 你去問 任何王爺 你當江阿 問王爺 你問他有沒有封號 沒有 沒有 沒有封號 這所謂的 那一種什麼呢 像那個南昆森 這麼有名的 這個魔王爺 有沒有封號 沒有封號 很奇怪的 在一個所謂的 曹風的體系 為什麼沒有封號 道風 他是在道教 道教裡面 有個部 叫溫部 專門有個部 叫溫部 它是屬於道教溫部裡面的 所以什麼呢 溫部就跟 底斗裡面的心部 是同意的 跟什麼水部同意的 所以它是屬於道風的傳統 所以我這幾年 因為有所在這間廟 後來他們也接受了 所以不是說他們意願怎麼樣 你剛剛講清楚以後 他會覺得 啊去啊 從來為什麼沒有聽到 王爺給他多封號 對不對 所以他就是屬於道風 道風有這幾個體系 沒有什麼叫什麼高或者低 是不同的系統 然後這個系統裡面呢 前面有洞焉天尊 而這個五地五溫五千歲 就是後半路 你看 有行溫有解溫 行溫這個觀念啊 以前啊 像那個台灣史裡面的那個陳總華 他有一次碰到一個人 這個人很神秘 然後有幾種想法 一個叫做溫使者 一個叫什麼呢 天行使者 天行 溫意是 由上天來懲罰冷的流行病 所以就是天行 這是完全不同的一個解釋系統 你可以看起來 所以社會學者解釋完全從社會面 歷史學者可能從歷史學者 你看我要從這個道經的傳統來做這樣的解釋 那這樣解釋以後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的整個什麼的現象 綜合一起解釋喔 譬如說船是廟的 我們講道理 台灣的最多的廟 如果大軍使人是盲主 如果是廣義的大軍使人是王爺廟最多 那王爺廟為什麼多 跟不見當地有關係 但是更重要的是 在大明時代 根據世界的溫意時的地展 在大航海時代 台灣是屬於亞洲型禍亂的流行區 亞洲型禍亂是 南縣是王 馬六甲、檳城、四面大道 所以這一縣都有重點 北縣是廣東、福建、台灣、浙江 北縣一直到江蘇 後來整個大陸 這個亞洲型禍亂 原來只是印度了一個小地方的一個流行區 後來變成世界上的流行區 算得不同 有五次到九次大陸 台灣就是在大航海時代 台灣走向世界 故事現場 在大航海時代 台灣已經不得不走向世界 為什麼 因為溫意 船來了 溫意也進來 無間最厲害的地方在哪 在福桌 福桌的港最好 到現在還是最好的港 福桌的港最好 所以這個船進來 貨物進來 人進來 人是傳染病的最重要 軍人三人 這其實最容易 最容易酸 所以福桌為什麼這麼多的武帝廟師 因為福桌是在亞洲型禍亂的時候 傷亡慘重 所以你看一個 你看好這個表面上 只是研究一個信仰習俗 它背後跟這個世界史是關聯的 這個就是所謂的大漫時代 變成世界性的防疫體系 所以如果我們沒有參加國際性的防疫 全世界會漏掉的這一塊 所以你看它接近鍋裡有幾個奇怪 這樣的傳統 最少有兩千兩三千人 乎乎是只有台灣才有 兩三千人 你看 從最早期的這個協婚解婚 然後呢 開始出現有所謂的 所謂的武帝 所謂的什麼五五千 就是這樣來的 這裏面是有一個 我查出來的一天半 中世紀 中世紀的中會 中會是真正的歷史人物 另外一個是趙公年 也還算是 你看就是這樣的一個傳統 然後什麼呢 就連續下來 成為我們今天所看到的 模糊淺純 兩千多年 兩千多年的傳統 然後呢 就開始有那個經世紀 有天神的觀念 行就是什麼 由這個什麼呢 由這個溫足來足行 講善懲惡的蹲入就是足行 然後現在就是流行病 你看都是行喔 所以以前在北京啊 到了過年的時候 他們會提一張上面有四個字 天行已過 然後 意思說 啊 天安 所以你看喔 這個觀念是 所有的漢民社會都有的一個傳統 然後 這當然呢 這個 到鎮人地區啊 那個水浴府 水浴府裡面呢 就是人缺乏那個抗體 然後會發生傳染病 早期 其實剛才 學家都不再提到 它是一個移民社會 移民社會裡面 英文國萬 另外一個是什麼呢 尊神妙罪 尊神妙罪 然後 後來大陸的軍部就形成了 有軍部 然後 這個 這開始什麼呢 由這個天神的觀念 這時候 儒家都沒有插手 儒家插上手喔 儒家在整個中國的房子當中 他只有跟官方的體系去合作 但是 這個完全就是由民間跟道教來指導的 好 我後來很快的 要發進去的就是說明 為什麼它是道教的一個活動 你看 十二年後 道士為什麼 很簡單 道士為什麼能做的意思 因為道士擁有了那些所謂的神秘的手冊 我知道你是什麼 說我不判 這是知你無事 就是說 反正是我知道你 我叫我出你的名字我就不判 所以它有秘密手冊 是跟上禮經一樣的 我有這個秘密手冊 所以什麼呢 我可以控制你 這個就是所謂的規定 那這裡有很多 這個我就要跳過去 各種不同的天律 委屈裡面所講的 很多這種東西 你看各種地方都有喔 這個是我們現在 大陸我先同理開始來做 就是整個中國的所謂的大意識 流行變質最好的材料 我一直跟一些醫學史的專家在合作 我就提供 我說你不要只看醫學史料 你去看道士 這麼多的 這麼多病名 都是病名喔 所以你把這些不同實體出現的病名 你統計出來 你就知道說 當時他們心中的流行變質 然後就開始有各種不同的取緒的方法 就詭異跟取緒的方法 還有天律 還有天律 你看 所以道教這個有一套完整的解釋 或者說道士他呢 造作何德何女 他可以去做這個儀式 他有這一套 他有這種所謂經典做為儀聚人 這個有很多天的儀聚官司 我不要把他跳過去 然後開始出現傳 這是斯波爾教授導出來的 道帳裡面第一條記載到用船來送走婚禮的 就是這一點 在宋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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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你看 完全共知靈巫術的方式來處理這個方法 這裡有很多這種的 你看 所以我跟那個天律 其實不同時 因為我的臉不一樣 你傳 宋誕 宋到哪裡 宋回報 什麼人會宋回報 第一個是皇帝自己尋守 搬稅 孫行 皇帝去 皇帝肯拿 過來沒辦法 所以派了他的親信 他的最大的親信是什麼 是 豬王 是 前稅羊 免貫稅 簽稅 派豬王 派豬王 你看這裡面的文章 全部都有漏洋 他出來調查完了以後 最後把那地方上的縱犯押回漏洋 這叫尋守 所以每個都有漏洋 第二條 建防於漏洋 這叫快防漏洋 然後呢 各種不同的分布台中有 對不對 然後 用毛桌 花的廣檢 然後把廣神送回洞洋 這叫尋守 所以後來我在台灣 這些王爺娘 都還 做調查還吃得開 因為我幫他警示的 為什麼叫尋守 來天順水 這一個隱蔽怎麼來的 這是我搜索的 我為了這個東西 你看 這麼多的船 這麼多的船 要把什麼呢 在地方上集補了這些溫省衣鬼 送給各位 尋守 尋守是這個地方上 已經有一點不安定 不安定 皇帝呢 自己要親自出兵 但是皇帝呢 出去 不能夠用那一種 要去討花 難聽 這是中國的政治修飾水 啊 去打淚 所以叫尋守 守就守淚了 皇帝呢 要到什麼地方守淚 好了 皇帝是守淚的時候 那地方上所有的方便搭廣 都要來 皇帝一到 地方官一定會來 清代最有名的兩人 一個是康熙攔水 又是攔水 一個是乾隆六十下降 為什麼 康熙那時候清朝剛剛說服 因為經過大土 家庭大土 就安定 所以什麼呢 他要自己下來安定 然後 乾隆皇帝呢 那時候呢 已經開始有所謂的地下的 那些所謂的反對勢力出來了 哇 所以乾隆皇帝喔 這個絕對不是像台灣以前的 聯繫去講的 哇 這個乾隆皇到什麼地方 銀絲作對啊 什麼的 你知道他們到那邊去以後 會幹什麼事情 月聖 月聖 就好像十月以後 跟一半 月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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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就是展示軍威啦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什麼 關宿的法民喔 你看這個船 然後你看現在這家 宋美道阳 这叫做戴军新手 换句话说 皇帝来的 万岁来的 或者千岁 皇帝的兄弟来的 千岁来的 所有的各地方的方便大员 通通要集合 而且要戴冰戴马 为什么要跑啊 要跑啊 最后完成他 把这个地方设什么呢 二十里苦手 然后最后呢 要放在路上去 驾祭 去教祉 很清楚哦 你看 整个我为了研究这个 我大叔收集 这让我收集到 你看 各种不同的人 有人抓人 被抓人 通通在船上 在船上 你看各种都有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说 温布 戴军寻手 故是朝风的神 是道风的神 是属于温布神 温布神里面有一种是鲜温的 有点解温的 你看就构成一个体系 构成一个体系 然后最后呢 要把所有的这些一干人饭 统统压回豆养 就是巡守里的 中国地制结束以后 很多人已经很难理解巡守 跟台湾有关系的两个最有关系的巡守 一个是 我当时叫宣政 就是政党 政党下西洋 巡守 巡守海外 另外一个是 一个是宣政党后 政党在台湾从来不敢用他的真正的广的称号 因为他觉得他只是替 替什么呢 是皇帝到台湾 这叫巡守宗里 巡守宗里 所以这个叫什么 就是海外巡守 关系叫什么 主旨还是没有脑 我替他 所以你看 这样一个传统 都是能做非常精彩的报告之下 所以各种不同的 像这边 我有很多的意思 就是各种不同的意思 你可以看出来 都是想王神 王人 宋为路 我收集到很多这样的意义 因为我觉得要孤政不行 就到处说 各省的都说 我收集到很多这种材料 都知道收温 还有什么叫把温期消除 然后你看这里面 那个所谓母温不断的出现 都说 湖南湖北都有 都有江西更多 这更多 这就是漏洋 你看最后就是小世界 一心华道漏洋桥 送给漏洋 送给漏洋 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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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的交集 交集 这东西都是我收集的 所以后来我就认识 你看这个还有一个洞板特的东西 哇 整个这样的地区都有各种传统 你看 这个是我收集的 我很感激的一张 你看五福大帝 五个人口在天上飞 在天上飞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就是所谓的古地传统 所以你摸沐浅水 摸 那个舞绝对不是那么简单的 那是一个暗号 那是一个隐喻 是一个隐喻 是一个隐喻 你看就在墙上 上面就是所谓的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 有人说是 洞淹天尊 有人说什么 这个就是有 这种律师的讲法 然后各种不同的收入方式 等等 然后多有一天的谈谈 洞淹天尊 就是最重要的存在者 洞淹公 所以他们前一年 邀身上调文 上去 第一个是上去 一往大地南 一往送到洞淹公 牵在这个柱子上 所以他们柱子 他们不讲 但他们会做 所以很多 很多那个民间的人 你说 你说的你自己打 他从而是敢打我 为什么 因为我一讲的时候 他说 原来我们做了 就做没回事 那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很有趣的一个传统 那我就 因为血诊 我就可以用很多方式 来证明 最后送回到洞淹 这个是我收集的一些记录 所以大家去看 那个仪式非常复杂 而且有礼有坏 如果你没有一个地方 我简直看得懂 那我今天呢 其实就是跟大家分享 那个 为什么叫做寻手 为什么叫大天寻手 然后呢 你去那边看的时候呢 任何一个动作 任何一个标志 做这个符号 或者说呢 你只会看到 那种往的跨面 外面看得到 内面看得到 我今天呢 我不敢说 我的绝对是连到 但是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这样的观念 好 谢谢 好 那我还是要用 这个 台灣史论宠的策划 来回忆一下 剛剛比教授所讲的 我们这个 台灣史论宠呢 包括我刚刚有提到 我跟谢老师 为什么我们越谈越高兴 然后我们看得到 我们认为 我们对台湾史的历史认识 这件事情 要很严肃的 在今天 要重新看待它 我们希望能够引进 各个不同学科的观点 好 来检视 我们现在对历史的认识 好 那 刚刚一直提到 跨离域 从社会学 或者从文学 或者我个人 从法律学 我们所看到的 其实可以回馈给 目前历史界的一个理解 所以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台湾史 那我个人在 这个论宠里面的 总序 我写一个 是为 台湾学 奠基 从台湾史 到台湾学 因为刚刚有提到 比如说社会学呢 通常会谈些理论 那我们也知道说 台湾的社会科学里面 也受到 外国的影响深 我们经常知道某些理论 这些理论 到底可不可能 在台湾社会 能够对人适用 或者说 放在整个人类社会里面 它是不是 那么样的 具有普遍性 特别是我们身在台湾 我们也很关注这个议题 但是 做社会科学的人 要对台湾 經验事实 渐行讨论的时候 拜托 要先知道 台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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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才会说 从台湾史到台湾学 透过我们这样一个多角度的台湾史 提供一些基础知识 以这些知识 再跟全世界的理论 来进行对话 这才是我们真正的在地化 我们的理论 这是我们整个论从 我们所期待的 那今天这一本 也是在这样的构想底下 我们所提出的 因此 我在解释说 为什么我们谢老师 会这样子说起 我们用心是在这边 接着下来 还有一些时间 跟这个场地 耗一点时间 没关系 这耗个十分钟 所以请大家有问题的话 现在可以取手 然后我们工作人员 会送到你手上 看有什么问题 可以 难得吗 我们左边在这边 好 那这个 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站起来 这样就看得清楚一点 有没有哪一位 要提问 刚刚不是受到很多刺激了吗 哈哈哈 好 谢谢 你好 老师 晚上好 我想请问一下 谢教授 刚刚听您说的 大甲马土 绕劲 让我想起 那个 不一个说过 那个文化资产的再生产 就是 你有说过 那个大甲马土 有接触那个 道教仪式 就据我了解 中国大陆的 福建省的 那个 梅州岛马土 仪式 好像也有那个 有个 梅 马土的一个 祭祀的一个 仪式 据有案 专家说 那个 论典说 也有接触那个 山东的一个 祭孔的一个仪式 类似的有 大马的 华人庙里面 也有 他自己的 文化资产的 一个资本人在生产 大马的 华人庙里面 一般都有 拿到工的一个 神像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谢教授 那个 台湾的一个 大甲马土的一个 仪式 是否有 借鉴于 那个 中国大陆 福建的 那个 美洲岛马土仪式 好 谢谢 台湾的 很多 发准票 都会说 我们的 妈祖是从 梅州来的 我说 百分之九十千 都是乱说 因为 台湾的 妈祖大部分 都是 不是泉州去掌州来 从梅州之间来的 不能说没有 一定是几少 因为 梅州 或者 福田 的移民 到台湾的 不多 有 但是 不是主要的 所以 一个泉州 跟一个 张州人去 未来台湾 未来台湾 没臭菌 跟妈祖 但是 在 中国过去的 这个传统 那 俗家 俗 俗 对宗教 这边的影响 其实是 在礼上 就是所谓 三线礼 所以 大概 在 我们现在看 廟位 很多政治理智 都会用 俗家的三线礼 来表示 对神 有一种 崇敬 那这个呢 不一定 不需要受我们的一周影响 这个中国到处的典礼 都有 包括方誌 都会记载 拜什么神 这个礼事怎么进行 当然 最盛大的是 试验 技巧 不一定需要 用 技巧的那些 三线里的执行方式 在某个地方 不一定适用 然后呢 到了某个地方 他会 依地方的需要 自己会调整 他从那里学来 其实也不知道 那有时候 是拼凑的 总是有地方的秀才 读书人 他们从有各种管道 得到这些知识 然后 或者他们去看过 他们就可以 自己想像 不够的 呃 台湾话说 你要看我 不然他比较小 所以他 可以有一些创造吗 不是很正常 好 那有没有 继续 哪一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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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想到一个就是 那有因公的问题 像 我想 取 六吟基 用的 我想 台课是 中云基的问题 中云基他本身 现在就是说 因为后来发现中 中云基本身 他基士的主体 现在主要是老大公 现在早期他还是有因公 可是后来发现一个问题 他开始有这种所谓老大公的信仰 信仰的产生 所以很好奇 就是说 不管是从 大众也 或是万圣也 甚至有因公 甚至我们看到有所谓石头公 甚至有所谓因庙的信仰 这样的信仰是 本能是 是 从早期的研究来看 人主要还是以 那个 水流氏为主 可是在中间 现在有发现就是说 战乱 或是 无人计事的古文野鬼 所以想请教一下 谢老师就是 在对于所谓这种 老大公庙信仰 这些老大公庙信仰 他已经变得 他已经不是传统音庙信仰 他已经变得是一种 神科化的养神信仰 像 包括一名 一名野山也有站了 传统音庙信仰 而且有个 刚一个有去 我把后来拍一个传 好像王床 基本上都在南部 鸭翁什么东西 南部 像基隆几个庙 天险宫 或是三五王爷庙 他们是有自己的王床 可是他们没有什么王床 他们是海巡 像今年 前几个礼拜 在北部海巡 在北部海巡 等于是 应该是两个问题 应该是老大公庙信仰 第一个是说 为什么南北 对这种王床的信仰 会有这样的差距 老大公是 一个在地化的名字 他所指摄的对象 人类跟大宗里 跟有名公是一样的 只是说 一个地方 跟他自己 各种名移形成 他自己的独特的成为 本质是一样的 北部这个地方 尤其是基隆这个地方 跟 除了一般性的 譬如说 台湾到处都有有名公 都有这个追导山 追导西 就是 海里飘来的尸体 或者是 你在盖房子 种田 就抓到枯木 这一类 这你肯定要都有 那基隆这个地方 又跟当地的蟹斗有关系 所以为什么会这么多 性质要一起淪流 就是一种 大家融合 这是一个 另外一种地方传统 那王床呢 南沐清镇 就是台湾最北的 烧王床是在淡水 很小 但是每年都有 三重 仙镇 也有在乍王床 新竹 苗栗 其实都有 但是南沐最深 那 这个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南沐之所以圣洁 跟南沐的疫情有关系 我的解释 是因为 南沐是台湾最重要的 河流 那个洪水泛滥平原 那过去是没有提防的 大家不要用今天河流的概念 过去是没有这些水利工程 没有防空设施 所以河道是变化的 所以很容易引起水災 然后水災之后 村庄就没有了 人就不见了 那 唯一就容易 最容易发生 因为这个地区 又是最早年期的医民 积极在南沐 从原乡带 再加上这里的地形 所以让南沐的 王床气氧会特别很强 是跟天的条件是有关系的 好 再来 我们还有时间 有问题 还有哪一位 举手一下 你可以从各自不同的专业领域里面 来提问 经常对作者来讲 对研究者来讲 是一个蛮好的事情 所以 可以尽量 我想要请问李老师 老师 我们知道在周关有记载十二皇政 就是在灾难的时候 皇帝应该退行的政策 其中有一项就是所鬼神 所求的所向鬼神祭祀来祈求保佑 但是从周关直到后来的清淡 他们对于所鬼神这一项 荒政却有了不同的解释 比方说 可能有人认为 应该要在灾难的时候 举办祭祀 但是这个祭祀其实是一种非常 花费非常大的活动 透过这个花费非常大的活动 让富人能够分享他们的财富 来有一种震灾的功能 不知道老师您从宗教史的考察 你们刚才给我们看到 从一路考察到文青时代 官方对于这种所鬼神的这样子的政策 他们的态度 有没有什么样的转变呢 谢谢老师 多问历史诠释 所以这个只有一个 这个李老师有 可以再问 这个再统合回答 好很安心 那李老师说要统合回答 是不是还有 我可以问你 我问你比较广泛一点 就是我最近 就是这几年发现 就是很多就是民间信仰 就开始由政府加入 就是什么什么文化节 文化季就是跟着 他们热闹的时候一起 然后想问说 那这些活动对于 就不是说 学术上的研究有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他们本身自己的 信仰的运作有没有什么影响 这样 这个两个老师都没有 这两个老师 你真的一样 我再说题多一点 好 我再说题多一点 好来 来 这边推 这边 李老师 李老师你好 我想请问您老师 您刚说 宋王传最早是在宋代 是吗 那是网洛阳宋王 但是我们都知道 宋代的首都不是在洛阳 所以这个是 是因为道教跟四属的 政权不同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 其实我上次都问过 夏小师了 就是说 我都知道 瘟神是从 就是东南沿海送到台湾来的 但是我还是很困惑的是说 那为什么 他明明是个瘟神 然后却被 台湾的沿海的民众来祭拜 是因为当时 是因为很交通的隔绝 所以要 就是 赢这些五属神来祭拜吗 还是我不知道 是你那些 好 因为问题太多了 老师会忌论得了 然后好像今天还有一个 他还有一个 还在一个旁 在一个旁 让谢老师跟女老师打 谢谢老师 我想问的就是说 我很好奇 因为刚刚那个老师有 就是说那个宋王传的时候 是不是很静默 没什么 可是大部分的这个宗教仪式 他都是应该配有音乐 或者是祷导的 那不晓得说 从北而南 或从这个对岸传到我们台湾 是我们台湾本土 这个音乐性 有没有 就是说 跟这个音乐性啊 还有这些唱腔 这些配的这些乐器上面来讲 有没有就是我们台湾独特性的 跟他们已经切割了 还是说 我们还是有一套 沿下来的南北館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我们在说民俗 是民间的习俗 民间的活动 我这几年呢 有时候你会看到 还有 也有办 哇 几个妈祖来这里 一起来 对 对 彰化呢 宪政武的曾经 把所有的妈祖都继续来 一起来到这里 那个都是 不合文化生态 也不合民间的需要 所有的这种习俗信仰 一定是自然的在发展 他有需要 他才会发生 或者你把他办成是一个活动 就是办了一次 那个力量一定要从民间发展出来 他会发展出来一定是他有需求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现在 呃 因为我是文化府 的那个 那个 那个 文知 是不合理性的 而是人为的 刻意的 由官方提供资源 强劲推他 那 一定不被接受 就是要以民众为主 真正很自然而然 而且他的持续 一定要民间自己有能力 继续去维系 如果一定要靠政府 拿钱出来上门 那就不叫民俗 那就不是民间的人化 所以 呃 我觉得 这几年有时候 官方有一些 他其实是在大安民间的变政 只是他以为他拿了一点钱 突然 好像就可以比较有影响力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像东港 西港 他们每办一次活动 要花七千万 两三千万之下 然后你去跟政府 你本身有五十万 他补助你五十万 请问他需要这个五十万 然后把政府挂在那里 指导单位 所以其实对他们来说 政府愿意来 不要介乎 就是参与 表示政府对这个民族的重视 他们还是愿意的 可是如果政府想要去 阻挡决动 其实是没有必要 而且也没办法成功 好 那我就很恶要的回答 其实在周关里面提到的跟鬼子的关系 一直都没有中关 最常见的就是大家看的方式里面 他的所谓的官方的祭祀里面 就是有地坛 所以地坛 当然就是一种所谓官方的祭祀 是地方官一定要去拜 所以民间搞庆占中年 官方祭地坛 所以你看这还是有祭拜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 每次改朝犯代 在获得发生很重大的事情的时候 会举行所谓的楼天大教 楼天大教呢 最后最后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叫普大教 我不是做历史 但是因为我跟宗教的关系 我都会看 我都会注意 只要每一个朝代刚建立的时候 一定要调整礼部 礼部一定要 礼部里面的 就是礼的那个部分一定要重新调 而且调的时候一定会做重要的仪式 其实大家知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很多教堂都有民善 左转里面讲 国之大事为主 所有的龙世的结束 都是要靠祭祀 就跟大政结束以后 教堂要选民善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关系 维持一种这样的关系 一直到今天还是没有改变 所以我觉得在周刊里面所提到的这样的问题 后来他在实践的情况 其实非常的稳定 非常肯定 这是第一问题 第二个没有错 洛阳他其实是变成帝都的象征 文字有时候是一个象征线 而不是一个历史线 那么长安窦阳成为帝都的象征 不过他没有选择长安指的窦阳 所以送为窦阳 只是送为帝都的一个心口而已 这是第二问题 我想这位一定是研究艺术的 台湾齁 台湾在这个民间祭典 刚才这个谢夏拙讲的 我们在文字的部门里面 其实都很注意的就是所谓叫做民意 台湾的很多的镇头的音乐 各种祭祀的音乐 如果没有祭祀活动作为载体 这样的音乐很多会消失掉 所以为什么以前文件会 现在文化部 为什么都要去做主管理 这些大活动体面的考证 其中管理音乐 包括一些所谓的标语艺术 服饰等等 很多属于艺术部门 那么这个部门通常是 通常跟技术有关系 我想我们说到以前 那个文化登打做那个 所谓的宋江镇 回到福建去找 很难找到 不能说文化很难找到 因为你没有这个信仰 作为载体的话 这一些所谓的跟 技术活动有关系的 这些所谓的一定会消失 台湾之所以 因为我跑过马来西亚 跑过泰国等等等等 跑过好几个地方 因为那时候我们出行 那个天津院的那个南京计划 的时候我们有个团队 在马来西亚 在此做的差不多有六七年 前后大概有六七年 台湾大概是目前保存这一种 透过信仰活动作为载体 保存民意最好的地方 第二个最好的地方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武师 因为被那些所谓的 穆斯林论为是偶像 然后后来他们就把组织 再传染线里 我觉得全华人世界 在保存比例最好的地方 是这个地方 大陆他们后来是组织 组织就是说已经没有了 重新到组织 已经受到了文革或东西的破坏以后 才要恢复 你要听到组织跟恢复 那就表示说它变破坏了 台湾它有变化 那是种自然的社会变迁以后的取舍问题 所以我觉得很多 为什么做民意调查的人 或者音乐也好 或者什么也好 为什么台湾会是很好的地方 你不管道教 所有的道教学者或早期做调查 没有来过台湾 政府都叫做道教 你知道吗 台湾那个大陆最近几年 恢复了 已经在恢复中 在恢复中 但是有很多已经没办法恢复了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 他们的政府是这样的 他不鼓励 但是呢 他也没有进展 他不像这次时期 有一些措施 那么在1949年以后最少可以发展 所以很多研究民意 很多会到田野去的目的 就是要采集这种原汁原味 东港的汉略团 里面所研究的因略 有一些国业 但是又有很多汉略 我顿尾 包括说你看我们做那个塞钢 那个拍照 那个什么 那个在这个所谓的浴前 那个也是保留很多所谓的传统的艺品 当然后来会参 但是你想想看如果没有 这个把那个王里要送走来 所以什么你要什么在宴席 在什么宴帮的时候 前面也要演奏音乐 这个音乐也就保存下来 我觉得我听过了 我觉得台湾保留这个非常好的 这种的音乐跟气息有关系的 很多物质是这样的清理 但是很多地方都有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 如果没有这种活动 这些演绎 这些文件会 这些传统的演绎也很难存在 所以有兴趣 下城走一走 下城你就可以找得到 谢谢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从不同的角度 会有些不同的重点 我相信 刚刚我们提的这些活动 也都是地方政治的一部分 所以从政治学的角度 我看也应该能够 蛮远去的印象 会被突显出来 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 因为这个 更加Hour 10分钟 那今天感谢大家来参与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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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